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偶然抬头发现了一个拖着尾巴的星星 后来我知道了它的名字叫做彗星 从那个时候我就对星空充满了兴趣 我们人类进入太空 最开始对天体的记录是通过胶片 最近是专业的天文相机 相机的各种连接线 还要调整很多复杂的参数 在猎户座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星云 它叫做猎户座大星云 那么拍摄星云难点在于它非常暗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感光比较好的一个相机 打开相机 那么我们试一下夜景模式 在夜景模式下它的默认曝光是30秒左右 照片上面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核心的四颗亮星 还能够看到M42星云核心的一些颜色 还有周围一些暗影器的颜色 现在入门级行星相机的感光芯片尺寸为三分之一英寸 这个手机底是一点三分之一英寸 其实已经比早年的天文拍摄设备感光性能还要好 加上算法的辅助 普通人只要再搭配一个入门级的天文望远镜 就能拍出很好的效果 它已经打破了普通人和天文之间的壁垒 让人们可以拍摄自己喜欢的天体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